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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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安迪 今天來到這裡 是不是很有機場的感覺 看到後面這些登機的 閘口牌 我現在就是在機場禁區 政府宣布3加4之後 終於忍不住 屈指一算我的假期 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內 我怎麼都要飛一轉 近近地飛一轉 今天飛去哪裡呢 飛去Bangkog 講一講飛去Bangkog 其實這些近的地方 現在可以選擇一些 夜晚班機可以放了工去 但現在選擇都少了很多 七點機有一班太行 我們九點機有一班 Emirace 另外可能晚一點 還有一班是廣行 這些機器 你也可以選擇去到 一個深夜的時間 你可以說在酒店休息了 第二天就不用那麼頻迫 再講一講機場的 那些測試情況 跟以前會不會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就是 它會叫你早一點來機場 以前遇到兩個小時 現在要遇到三個小時 多了一些什麼程序 其實就是沒有特別多度 它只不過是要多了一個時間 幫你檢查一下你的針紙 而去泰國的話 其實是沒有一個特別的 給你去做的 以前需要一個泰國的 測試一個QQ 或一個Code的PASS 其實現在都不用了 那 機場其實現在都很難清 好像我來到這個美食廣場的時候 其實都是只有一間食店去開 那至於去到的情形 會不會和這裡很不同呢 我們一會兒再去看看 好了 終於發覺 入到禁區之後 入閘之後 其實會還有一些 和以往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又再多了一個區域 是需要檢查你的資料 那你入了這個區域之後 你就不可以再回來 剛才機場 有餐廳 有店舖的地方 雖然他們都不開餐廳店 你只可以去到登機閘口 面前那裡 就是等上機 那你如果有什麼需要 扣物或者什麼 你都進去這個區域之前 你都搞定了 你才好進去 很快三個小時的機程 就來到這個Bangkor了 我們剛才那班機 其實都不是很悶的 大概有三分二的乘客 有一半都在Bangkor 都落了機 我相信都是因為 大家很希望 去一個short trip 馬上來Bangkor 那好了 來到Bangkor 有什麼特別的入境要求呢 是沒有的 跟普通平常的入境是一模一樣 兼且非常非常之快的速度 比平常更加快 因為是小旅客的關係 大概用了五分鐘 已經過來了 那在回香港之前 你記得做了檢測才好 那它就接受48小時的檢測報告 那我這次就選了這間的中心 去做這個檢測 非常之方便 這個中心 那大家可以看一看那個地址 那我有很多種的做法 那做一次就是1500匹 那做完之後呢 它就在當日 如果你十點之前做 就在當日 你就會收到那個檢測結果 那記著提提你 都拿到它那張ISO的證書 就去證明這個LAP 是符合這個國際標準的 那你之後就會收到一個email 你用那個email就可以回香港的了 回到香港機場才是氣浴 首先要做些什麼呢 回到來下機之後 你會在登基橋走一段路之後 就去排隊 排隊的時候 你要準備整理的身份證 和QR Code 那它會幫你做一次快測 再做一次PCR 那好啦 做完之後 它會派一個牌給你 那你全程要攬住的那個牌 那個牌上面 就有一個barcode 那你就會去到第二站 那第二站是做些什麼呢 那好啦 拿了這個牌之後 你就 然後就可以去拿行李了 那拿完行李之後 你就要排一條很長的隊 去迫這個牌 它才會讓你出這個 機場的集口 因為它要等那個 剛剛你做的那個檢測結果 的result 它才會放你出去 好啦 放了你出去之後 那你有兩條隊是需要排的 第一要是你自費坐的士 第二要是你便坐免費穿梭巴士 那當然啦 我這麼慳 當然是會搭免費的穿梭巴士 那免費穿梭巴士 首先呢 你就要打一次蛇餅 然後它會逐條放行 放了它之後 又再需要用這個牌 去B一B 證實你住哪間酒店 好了 證實你住哪間酒店之後 你就去排酒店巴士隊 酒店巴士隊呢 它有分了N那麼多條 好了 那巴士那裡 你需要排隊 有N那麼多條隊要排的 那視乎它條路線 和它集齊多少個巴士的乘客 排了這條巴士隊之後呢 然後呢 它就會再引領你去另外一條巴士隊 是安排你上大車小車還是七人車 那好啦 上了一個小巴之後呢 那它就會根據它編排的路線 就有人陪著你 搭上那輛車就去到酒店了 那總共要搞了多久呢 由下機 到出機場 排到巴士上巴士 大概需要兩個小時 然後去完酒店 再加多 視乎你的酒店在哪裡 加多一個小時左右 那總共三個小時 你就可以回到這個 這麼舒適的 隔離酒店了 你說是問我們的政府 要安排非常之完善 非常之可善 那如果你都忍受到這些限制的話呢 那你記得出去旅行啦 不要以為這麼快就完啦 現在才是開始啊 首先呢 你在酒店的三天呢 每天都需要做快測的 快測包呢 已經由酒店提供了給你的了 另外呢 在第二天呢 它會有人上門呢 和你做PCR的 在第三天呢 得到陰性結果的SMS之後呢 你就可以check out酒店 然後回家 在回家之後呢 你仍然需要每天做快測的 做到第十天 另外呢 你還需要做多三次PCR 那你呢 你自己去那些社區檢測中心那裡去做啦 那做完之後呢 其實呢 每天都需要呢 將個結果上載回去衛生署那個網站那裡的 講完那些那麼煩的東西 記得看完我另外一條片去Bangg 怎樣吃喝玩樂啦 多謝你的支持 拜拜